你见过冒黑烟的拖拉机吗 它的动力是否从没让人失望过 那你知不知道这种柴油机的技术 其实一直被欧美的国家所垄断 不过就在前不久 一则消息从中国济南传来 这下子那些欧美企业有点眼馋了 纷纷发来祝贺消息 背后想的什么就不知道了 这么个柴油发动机有那么重要吗 背后又有怎样重要的意义呢 今天就让蓝猫和大家一起了解一下吧 随着近些年新能源的快速发展 那种突突突冒着黑烟的拖拉机 已经越来越少见了 它可是陪伴了我们整整几代人 它的动力强故障少 简单可靠 然而现在却很少见到了 可能大家都认为是污染的原因 所以很多人都把冒黑烟和柴油机 联系到了一起 然而在这里小编要给柴油机申个冤了 其实这并不是柴油机的问题 而是因为之前我过落后的柴油机技术 事实上现在一台拥有先进科技的柴油机 再搭配上高品质的柴油 不仅动力要比汽油强劲 在排放标准上也能和汽油机比一比 而且油耗还会更低 其实不仅拖拉机 就连坦克重载卡车和火车头 也大都使用的柴油机 因为它的动力强劲 可能有人会问了 那么为啥不把柴油机的技术提高呢 其实不是我们不想 而是柴油机的核心技术 一直掌握在国外的企业手里 而他们又不可能透露给我们 而且想要收我们天价的垄断费用 这我们哪能惯着他们 只能自己焖头搞研发了 那么柴油机和汽油机相比较的话 它的核心技术难题在哪呢 一旦突破又将有何重要的意义呢 首先就是我们的军工业 运输业和农业的方面 都离不开柴油机 同样的燃料情况下 柴油机比汽油机可以释放出更多能量 简单的说就是花同样的钱 不仅能干同样的事 还能有更强的动力 那么这么有优势的柴油机 为何不推广呢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它和汽油机的相同之处 那就是都是四重乘运转 简单的说就是 每个工作循环都需要经历四个步骤 分别是静气压缩 做工和排气 首先在机器启动的时候 就是静气冲城 也就通过开启气门的活塞向下运动 这个时候空气就会被吸入气缸 然后机器会碰射出燃油 并开始压缩冲城 这个时候气门会关闭 活塞向上运动 使得汽油混合物被压缩 接下来就是做工的环节了 当复合气体被点燃后 活塞就会因为油气的燃烧 而被压到气缸的下端 然后动力产生 最后燃烧完的油气混合物 就会被排气阀门 排出气缸 这么一套流程下来 其实柴油机和汽油机是一样的 理论上没什么太大的区别啊 但是别忘了 柴油相比较于汽油的话 它的粘度更大 燃点更低 还不易蒸发 而且柴油发动机压根 不需要点火系统 这是和汽油发动机最大的不同 因为汽油需要靠气缸内的 电火花点燃才行 而柴油发动机则是压燃 也就是气缸内的压力越高 温度也就越高 这也就是为什么柴油发动机 比气油发动机的压缩比 高的重要原因 这么看来并不难制造啊 为啥还要说 之前我们无法掌握核心技术呢 其实这只是基础的柴油发动机原理 想要真的用在现实的环境中 不得不考虑的就是污染问题了 因为现在各国都对于环境污染问题 十分的重视 根据相关公开资料显示 单单在2017年 总量仅占全国机动车 保有量5%的柴油卡车 所排放的淡氧化合物 就占据了全国汽车排放总量的七成 所以我们不仅需要研制出新型的柴油机技术 还要能解决掉污染问题 这就不得不提到电孔高压供轨系统 这个东西有多重要 如果说因为前段时间美国对我国的制裁 才让我们明白芯片的重要性的话 那么这个系统就算是柴油机的心脏 类似于芯片就像手机电脑的大脑一样 如果心脏不好 那么身体的技能肯定好不了 目前国内的电控柴油机高压供轨系统市场 依旧是被美国日本和德国等国家的企业所占据 比如德国的博士公司 美国的德尔福公司等 在很长的时间 他们就是垄断性的存在 尤其是德国的博士 曾经占据了国内市场份额的85% 而这个高压供轨系统的高压 就是因为这个系统能够使得 烹牛系统的压力比传统燃油高出三倍 压力大的话 雾化就会更好 燃烧自然也会更加充分 不仅可以省油 还能得到更强的动力 供轨就是柴油机的大脑 可以通过主供油管 同时给各个烹油嘴 提供压力和质量同样的燃油 这样也能使得柴油发动机的运作更加平顺 从而减少柴油机的震动和油耗 还可以使得柴油混合的更均匀 这样充分的燃烧后 所排出的尾气也会少很多 经济性和动力性都可以得到极大的提升 然而看似简单的高压供轨系统 想要实际去应用就是另一回事了 因为系统的可靠性 也需要大量的数据作为支撑 还有就是摩擦和损耗问题 加到一起可就不是那么容易解决的了 也因此我们才被卡了这么些年的脖子 那么肯定有人会说 我们进口行不行 花钱可能不卖给我们吗 然而事实是残酷的 因为前面说了 柴油机可不仅仅是用在拖拉机上 因为技术的发展和柴油机的优越性越来越强 柴油机已经开始替代汽油机 广泛的装备到了装甲车和坦克等军事装备上 可以说从农业到工业再到国防 都需要用到这项技术 如果只有买的而没有核心技术 在当今的国际形势下 迟早会对我们的国防安全造成威胁 所以我们自己的柴油机的研发 就显得尤为重要了 就在2020年度9月16号 中国装备制造业的领军企业 山东围柴在济南的东河体育馆 举行了一场发布会 正式的发布了全球首款 热效率突破50%的商业化柴油机 这不仅是一个足以载入世界内燃机实测的里程碑 也是中国科技再创历史新高的里程碑 那么这款内燃机有什么过人之处呢 一般来说 热效率是用来衡量内燃机燃油利用效率的重要标准 热效率越高的内燃机表现也就越出色 也就是燃油消耗更小 节能减排的效果也会更加的显著 而50%的热效率可以说是非常的夸张了 从全世界范围来看的话 柴油机的发展史 其实就是一部不断提升热效率的历史 自从1897年第一台柴油机问世 一直到20世纪90年代初期 经过了百年的改造升级和技术革新 才把柴油机的热效率从26%提升到了46% 由此可见 维柴这个50%热效率的柴油机有多重要 而近些年来 我们的维柴为了攻克该项难题 专门组建了技术公关团队 进行了大量的仿真实验 不断的尝试改进 最终解决了传统柴油机 高爆压 高可靠性 低排放污染物和低摩擦损耗 等一系列的世界级难题 最终获得了这样的历史性的突破 就连美国的专家也曾公开表示 想要实现50%的热效率 需要极其庞大的研发投入 并且需要提前几年规划上演投产 真不敢相信是中国人先做到了 行业专家指出 如果按目前46%的行业热效率来计算的话 热效率提升至50% 柴油的消耗将降低8% 二氧化碳的排放也将降低8% 内燃机行业作为国民经济的基础产业 它的发展水平将深刻影响着相关行业的发展 但是我们也不能因此过度骄傲自慢 因为真正核心的高压共轨技术 我们还没有完全的掌握 未来还需要科研人员的努力 让我们为这些背后付出的科研人员点赞 也希望大家可以长按点赞 让更多的人看到 今天的视频就先到这里了 制作不易 点个关注可好 感谢您的支持 我们下期再见